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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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前 大家好 這一次呢 台灣聯合國的選擇團 又要出發了 在出發前他們特別在 立法院的貴賓士 1064这边举办一个记者招待会 当然这个记者招待会 我们在民事的新闻 我们可以看到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段 民事所做的新闻 而联合国创立至今70年 中澳民国退出联合国也已经44年 长期争取入联的台湾 加入联合国宣达团 今年是依照网例 在9月4号就要出发 去往美国纽约和华府等城市 表达台湾加入联合国的心声 当中国 根据国防部的三战 法律战 心理战 媒体战 来统战台湾 无所不用其极的时候 要并吞台湾的时候 我们今年的 联合国宣达团 任务特别 沉重 事实上台湾 我相信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台湾人民 都愿意 让台湾加入联合国 祝联宣达团将有25位团员 包含了立委和企业界等人士 持续为台湾突破国际孤立来发声 各位相信 民事动用了一个记者没有文字只有摄影他来做这个新闻 那可想而知他这个创作者呢是在编辑部里面凭着新闻稿凭着想象就写出这个新闻 现场来到的媒体电子媒体主流的媒体呢可以算是只有民事跟原事 原民台呢他们倒是来一个一个创作者跟一个视频 他们都来了 他们也蛮做了蛮认真的新闻 那个创作者还提出了一些问题 那因为在宣达团里面有两位原住民朋友 他们穿了原住民的衣服还在那边唱起歌来 这边要跟各位表达的是 宣达团在台湾的记者招待会 并没有吸引到很多的新闻媒体工作单位来做采访 这个对很多人来讲 也许只是看一个新闻 但是背后所隐藏的是 台湾要加入联合国这个意念 在很多新闻媒体上并没有获得他们的支持跟认同 所以这条路走起来还蛮寂寞的 还是要谢谢罗牧斯这十几年来一路的坚持 从阿扁的路联以后 也只有联合国这个宣达团 不断的每年率团率队到达美国联合国那边 邀请要求台湾加入联合国 这次的宣达团的活动相当的多 那我们在台湾海外网也看到了很多我们的台侨朋友们 设宴欢迎款待这些辛辛苦苦从台湾飞了好几千米 到美国去宣达台湾要路联决心的那些朋友们 在这个记者会我们看到了他们很认真的在宣达他们的理念 虽然来人媒体不多 但是我希望他们的声音在美国能够获得更多媒体的关注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 也希望在美国的台美侨胞朋友们给他们热烈的支持 当然这个热烈的支持还有另外一面的意义 我们在下一节新闻再跟各位报告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的收看